縣府文化局為了紀念莊敬才老師 特別在開展典禮上播放回顧影片 同時邀請漢陽北館劇團 羅東胡蘭社 蘭陽市劇團共同會演 要獻給戲曲界一代宗師 院長林志妙表示 感念莊老師一聲奉獻給戲曲 尤其精通各種傳統樂器 進而傳承教育心血 所以享有備價高義賊套討的盛名 對於莊老師一世人為戲劇的奉獻付出 然後他小時候跟他的爸爸 從木頭對著劇團裡面 十六歲的時候就打過頭手的打過 然後年紀輕輕他就能夠掌控了前場 所以一世人的氣球來奉獻來付出 所以今天生命故事裡 我們給他緬懷 感謝 感恩 接棒 傳承 所以從今天開始 到了我們111年的11月10號 這段時間每天都可以展出 歡迎大家可以來看到 我們莊敬齊老師一聲的打拚 認真對序劇的奉獻 意思是老師每一行都會學 文武餅每一行都會學 八者其實一般我們講的就是文場 有四樣吹拉彈打這個代表性的樂器 那舞場也有四樣的樂器 鼓 唱唱 大樓 彈一樓 我們其實說的就是這個分類 其實它還有細項的分類 那文場也是有主婚 我們頭手現 也有二手 還有這個端的三片 還有這個分類 這個吹 那其實它這句 八者高一隻頭頭就是 意思是說他三個都會學 真厲害 頭手 二手都會學 莊敬齊生命故事展 在台灣戲劇館來展出 為期一年 典藏許多老師珍貴紀錄 非常值得來參觀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